中間特派員帶你重回現場 找真相 在南投埔里 驚傳入童案件 而當時嫌犯就是來到這邊 不過被害人江中 當時的這個門是緊閉鎖著的 但是嫌犯其實從這個地方 就可以把鎖給解開 他打開門之後進入到裡頭 直接把這個在庭院玩耍的 兩歲小男童抱走 而且抱走之後 他是一路往外跑 但是這個時候 男童是因為驚嚇過度 不斷地傳出哭聲 媽媽聽到之後 一路往外追 當時媽媽跟外婆兩個人 就像這樣從住家 往這個長斜坡一路追 追了大約是100多公尺 因為媽媽真的很擔心 他的兒子會被嫌犯抓走之後 發生不測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 跑得非常快 在這裡他終於是抓到了嫌犯 一把抓住 而且當時媽媽說 他非常用力拉扯 把小孩子給抱過來 終於順利將兒子給救回來 但是嫌犯在這個地方 當時竟然還有共犯 騎著機車在這邊等 而且兩個人快速逃逸 媽媽經歷了驚魂祭之後 是帶著小孩子 還有家人到派出所來報案 但是他卻向媒體來控訴 警方去案 原因就在他說 警方告訴他這個地方很偏僻 的確我們已經東看西看 這個路上一整條路都沒有監視器 而且他說警方告訴他說 小孩子也沒被抓走 而且也沒有對他做不利的動作 那麼這媽媽就帶著小孩子到醫院 來做驗傷 這才發現了小孩子屬西部 還有大腿內側都有因為外力拉扯的一個挫傷 他懷疑他的小朋友被猥褻了 而且他說他的兩歲的兒子 現在半夜都會驚醒大哭 而且不讓他碰那些疼痛的地方 所以媽媽很擔心 因為在他們這個地方 其實真的是有點偏僻 他擔心嫌犯會再度來到這邊犯案 所以他第二度報警 但是他說這個警方一樣不受理 而且還告訴他說 你小朋友當時的褲子沒有破 應該是自己跌倒受傷的 我們聽一下媽媽的罪行訪問 我做媽媽的 我有那麼神經病 去學給我自己的孩子 等一下發生這些事情嗎 是假的嗎 我不會生氣嗎 他是假的嗎 我帶他去驗傷了 帶他去哪裡了 我孩子被人抱走 那你的 南投的媽媽非常不滿 因為警方懷疑說他這個 魯童案件的內容有可能是虛構的 所以他非常生氣投訴媒體 但是警方表示他們會合理的懷疑 也是有原因的 因為一開始媽媽到警察局來報案的時候 一開始說事發地點 從這個地方換到另外一個地方 就已經說了兩個地點 而且他事後向媒體來投訴的時候 又另外說了兩個地點 所以總共四個地點都不一樣 所以警方也懷疑 因為媽媽他的說辭反覆 從一開始報案的筆錄說 看到嫌犯是一個人 那麼之後又改口說 嫌犯是兩個人 整個案情鋪塑迷離 所以當時才沒有給三連丹 而警方也調閱了附近的監視器 距離這邊最近的是一公里外 有三支不同角度的監視器 透過這個角度 針對當時下午五點多發生的 前後兩個小時來調閱 不過看了所有監視器的畫面 請這個媽媽來指認 媽媽卻說沒有看到嫌犯 還有其他類似的人出現 所以到現在 整個案情是撲朔迷離 但是媽媽指證莉莉 表示他的兒子真的有被抓走 而且身上受傷 不過整個案情 他對於這個內容 都是反覆的說法 所以警方現在也在積極的找嫌犯當中 但是這個路同案件 羅生門也造成當地民眾人性惶惶